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每天谈论的却是纽约 伦敦 巴黎 可是我们都拥有些什么呢 假装自己很懂生活和时尚的真谛 还要去向导那些比我们更无知 或者更有野心的女人 去告诉她们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我来盛装两年龄七个月了 今晚的时候是专题编辑 现在也还是专题编辑 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 是虚伪 或者说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有时候自己想想都觉得荒诞又可笑 我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一万块 就算加上稿费 抄板费 撑死也就一万五六千 我每天谈论的却是纽约 伦敦 巴黎 这些最上等的地方的人 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再看我们的选题 红酒 游艇 名表 豪车 五星级酒店 无边的游泳池 私人的俱乐部派对 可是我们都拥有些什么呢 每天几一个多小时地铁到公司上班 吃不到四十块钱的外卖 住在三四千块钱的出租房里 每天要去便利店吃滚东煮 去商场里面吹冷气 我每个月还有编辑那么多的稿子 假装自己很懂生活和时尚的真谛 还要去香港那些比我们更无知 或者更有野心的女人去告诉她们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生活真的是我们能任意选择的吗 我不想要那些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些 我 我不想被它格式化 所以我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 很可惜我还是失败了 爱情太难了 和爱情相比 消费就算有一万个缺点 但它至少忠诚 付出了就会有回报 花了多少钱就能换回多少东西 但是爱情就不一样了 我承认 我在生活和爱情上 都是一个失败者 我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但我至少对自己忠诚 我不觉得我交给你的办法 不管是对赵欣和刘晶晶的背叛 你只是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学会诚实 欣姐 明明在这里待得苦不堪言的 她为什么还要忍呢 余晶晶 她明明那么讨厌鲁胖子 她为什么还要忍呢 还要在她的手下干活 缠媚 以前我能理解 因为以前有乔治 有陈开怡还在的时候 盛庄至少拥有一些 理想主义的光芒 可是现在的 只有斗争 无休无止的斗争 大家比着看谁更虚伪 更稳狠地下心 我太累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们这些人迟早都要走的 要不自己走 让我被赶走 盛庄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吴欢 如果你想去广告部就去吧 我希望你能快乐 真的 就像我们刚进这本杂志是怎么快乐 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你不要把白人给老 Member 去吧 你出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